来到回员铺, 陆昭瑶就傻了, 恢复个破功法, 还有时间限制, 以历程蓝金时今日的成就, 再加上万军舰傍身, 自己要想除掉他, 那是遥遥无弃痴人说梦, 陆昭瑶抬脚就要进去, 结果被看门的阻挡, 陆昭瑶上辈子跟看门的有仇, 回回都能遇到看门的坏, 自己大事, 看门的人拿着天元静一扫, 陆昭瑶穷的身无分文, 应了自己的名字, 名鹿穷啊, 刚准备大打出手, 一个小伙子拦住了他, 眼前是人正视林子玉的弟弟林子游, 当初还是陆昭瑶救的他们姐弟, 只是陆昭瑶贵人多忘事, 依然不记得又这么一号人物了, 林子游向其介绍七指弟的钱财为何物, 陆昭瑶瞬间想到了办法, 留着秦纸烟不用, 难道留着过年吗? 陆昭瑶并急乱投衣, 吃下了林子游推销的空空玩, 可陆昭瑶万万没想到空空玩, 会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, 刚回到境地, 就被怒气冲冲的, 立昭瑶举高高了, 直言立昭瑶的目光四刀片一样, 眼看就要一命呜呼了, 陆昭瑶只好拿自己做文章了, 慌乱之下, 指着自己衣冠中说道, 立昭瑶一听瞬间松手, 一阵审视后问道, 陆昭瑶当即答道, 没想到这人竟然知道, 陆昭瑶打着自己名号开始胡说八道, 反正自己现在是秦纸烟, 一查就查吧, 反正秦纸烟可是身家清白, 一查就知道了, 立昭瑶一直喃喃自语, 此时的陆昭瑶恨不得, 现在就带走他, 不,是送走他, 让他直接语试长辞, 立昭瑶忍着眼中打转的泪水, 询问梦里的昭瑶怎么样了, 陆昭瑶又开始自己表演,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, 你居然抢了他的万军, 你杀了的, 陆昭瑶知道不说点真格了, 立昭瑶是不会相信自己的, 果然, 立昭瑶闻言当场沉默不语, 盯着无自卑, 似有似乎的自语, 声音虽小, 可陆昭瑶听得一清二楚, 其差点暴走, 差点撸撸衣袖准备干架, 可无奈自己打不过现在的立昭瑶, 两人走出境地, 立昭瑶正准备惩罚看门的人, 陆昭瑶利用自己的特长, 一番撒娇打混, 立昭瑶才撤了看门人的惩罚, 陆昭瑶虽说是人人喊打喊杀的大魔头, 可一点恶事都没有做, 看到有人替自己受这无妄之灾, 终究于心不忍, 陆昭瑶又被八抬大叫抬回了戏月风, 陆昭瑶是能嚣张的时候甚是嚣张, 认耸的时候也是诚心诚意, 陆昭瑶下轿, 在众人的关注下, 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, 第二天, 陆昭瑶毫无征兆的变透明了, 原来这是空空玩副作用, 只是陆昭瑶不知道这个副作用, 白天隐身晚上又变成秦指焉了, 陆昭瑶想骂娘了, 昨天还想着顶着秦指焉的脸, 去勾引力尘兰, 然后再四季杀了他, 自己的绝世聪明的脑袋想出来的妙计, 就这样化为泡影了, 陆昭瑶试验了一番, 果然除了秦指焉, 谁都看不见自己, 也听不见自己说话, 这就好办了, 此时不杀力尘兰, 更待何时, 陆昭瑶随手拿了把匕首, 走进无恶殿, 举着那把破铜烂铁就刺了过去, 万军剑感应到了, 灰剑赢了上去, 陆昭瑶不敌万军剑, 仓皇逃出无恶殿, 倒霉的陆昭瑶简直是飞蛾扑火, 就算没有万军剑, 自己都打不过利尘兰, 还真是屡败屡战, 那么陆昭瑶还会继续杀利尘兰吗, 这就欢喜冤家, 什么时候才能解除误会, 请看一下其讲解, 喜欢的可以点关注, 小编在这里先行谢过来,